第二个我们叫什么 高品质的服务 什么叫高品质 我们等一下 用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告诉大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很细腻 第三个叫什么 差异性的服务 好 什么叫差异性 怎么样做到高品质 阿贵就把这个最后的阶段 给各位报告完了 你们回去 哎呀 看一下 颜配 不会被小三取代 事业 红红火火 好不好 我们怎么做到差异性 创造差异性服务 一 人无我有 二 人有我忧 三 人忧我义 四 人义我别 好 简单的说就是什么 要跟人们不一样 不快 听不懂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老板 经常要思路要解放 因为思路就影响你的什么路 出路 可是我们的老板都在忙碌 听不懂 我说一遍 我说一遍 思路会影响他的什么 思路 可是老板每天都在什么 忙碌 所以我的以前的老师 给我讲一句话 我很喜欢 他说 忙碌的人 就是忙碌的人 就是忙碌的人 一般来说都是无能的人 你才会忙碌什么 听不懂 你看心灵 大家都在那儿 滑影 一天又过去了 不过来 滑影 所以各位 我们怎么样做到差异性 阿贵就告诉大家 怎么样跟顾客拌感情 做生意 就要懂得这句话 一起念 将心比心的蓝海服务 我们做到六件事 第一个 我的顾客到底是谁呢 我们要清楚 我今天煮饭给谁吃 现在是顾客是谁 有得理不 在座的太太 来说一下 在座的太太 你在买菜的时候 你在买菜的时候 有这样说吗 女儿 来说一下 女儿 明天你要吃什么 妈妈买给你吃 有吗 有的有的没有 老公 老公 老爷 老爷 明天要吃叉嚼 没你问的啦 你看台湾 尤其中央的男人 他买什么就买什么 有道理吗 买回来 自己怎么炒 怎么炒 炒炒的 吃饭了 现在孩子来 饭来什么 那我张口 张言 这个 检查菜 没有下外的口味 有没有 他就要吃 有道理吗 老母就想起来 啊 不吃 各位啊 你菜菜 煮的汤 人家不感受嘛 这也是focus 要聚焦清楚啊 有道理吗 你有道理吗 你做生意一样 不知道什么生意都要做呢 是你的人客 怎么样 是你的人客 跑不掉 不是你的客人 你要不来 所以你看看 我们做生意 为什么要定位 优势策略 重视品质 创新做法 扩展通路 区隔市场 经营顾客 顾客定位 我们一定要懂得 区隔什么 定位清楚 好吗 你没有定位清楚 你的服务就不能对阵 什么 他没有针对性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心灵有那么多 有麻祖啊 有观音啊 有脱离公啊 有文殊菩萨啊 有地藏王菩萨 看你欠什么 需要什么 你去拜什么菩萨 有道理吗 人心灵就会效 我们不会效 有道理吗 所以我们定位清楚吗 做服务 不能说 都同样不可能 所以服务最难就在这里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 顾客的什么 顾客 好不好 那各位 第二个 怎么样把服务做好 顾客需求是要什么呢 顾客到底输求什么 他需要什么 我们做老板的 假如都不能站在顾客的立场 做妈的不知道女儿在想什么 做爸的不知道儿子在想什么 你们经常吵架的 有没有道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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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们很多父母亲最受不了的 就是现在都 现在因为有Apple Apple 对不对 Apple 没什么 来啊 冲一个Apple 我们看 我看到一看 就是年轻的 包括都在玩手机 玩到眼睛都大进士 头背 都这样 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佛们讲 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 各位 我们家里的电视 我们家里的什么 网路 你看每天都在搞这个东西 每天都在吵 各位 其实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那就是好事 问题是 你要跟孩子做好很好的什么 沟通 妈不是不想让你 玩电视 玩电脑 但是你看 你从十度到现在一百度 现在三百度 有一天你就会唱 你是我的眼 你要让他知道 你是爱他 你要需求要搞清楚 各位 你认为人最爱的 最重要的需求是什么 来 把它记下来 顾客最在意的三件事 一 人的行为 二 产品与服务 三 流程 你看牌第一名的叫什么 你们都在听演讲 可能全世界在讲课的人 有几十万上百万 你有看过有哪一个教授 会像阿贵 从进来到结束 都是笑容什么 而且很用心的 更重要 你看 亲爱人叫我讲两个小时 我就讲四个小时 我都假讲 为什么假讲 你就爱提 什么说的 各位啊 教授也可以很简单的带过 我不要解释 我告诉你 演讲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有好的结果 不是结束 你如果听音讲 出去要有改变 要有得到 这来听口才有意义 所以为什么阿贵 会继续迷离 有人说跟啰嗦 其实不是 就是要让你清楚 所以物是什么 来 看头 你把事情都 看头 看头 大家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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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有没有 啊 知道吗 人生 你把他看头 你就不会有嘴 你就不会完蛋了 有就有没有 比如说 吃老不得 年轻不得 想 说我太厉害了 我们说 为什么 比善吃的孩子 都比善好 为什么 他从小体会那种辛苦 有道理吗 寒门出孝子 你都知道 生孩子不好 说都太厉害了 你们现在的孩子 有给你生到八成天吗 有没有 你的孩子会给你煮饭 洗衣服 路途鞋 我们回来说 妈妈 你看 妈妈 你好辛苦 爸爸 你爸 穿好要开水 有什么 我的女孩 你怎么拿手 白插鞋子都死 到时候 不是要跟你闭 让你去咬嘴 有一个天 你女孩没友好 那就是结果 你犯的阴 在这 够 不要靠够了 像这边我三个女孩 我媳妇为什麽友好啊 为什麽 因为财产还没奔 听有了啦 所以各位啊 我们要记住 你对人的眼神啊 态度啊 这才是顾客最什麽 第三个 如何让顾客能上门呢 要怎麽让客人 要来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店 它有五个原因啊 一 环境的利基 二 领先的利基 三 服务的利基 四 活动的利基 五 焦点的利基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想到一个改水 就是说你的店要让人来 你的家要让人回来 有这五个利基 第一是什么 环境它包含什麽 硬体的设备 暖体的设备 包括物跟人在内 听到没有 譬如说 我们要去文雄的 宝岛圆镜 人进去 看到文雄 花头车 你看你看张总 张总站起来 你给他看这个 有没有 好歹好歹 有没有 他十万年前啊 二十几年前就去宝岛 听我的口 那人是做经理而已 现在做我做经理 会担整百经 不过我先吹一下 为什麽 你叫他傲吗 你叫傲吗 傲的人 对不对 傲的人 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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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傲人 各位环境 怎麽 这里第四个叫什麽 什麽叫活动 就是说 我们要怎麽让客 长久记得我们 要经常跟他活动的 活动包含什麽 传传讯啊 电话联络啊 没事情卡一下 欸 九首啊 对不对 傲车吃完没